今天是民進黨立委初選 定期的最后一天 再起官議員担喊立 就來到官東部 要來完成定期的出秀 而且也只要開記家會表現 他是在民間鄉出席 在南東市大漢 最了解南東人的訴求 我除了就是說 我可以跟其他候選人比起來 我有這個在地的優勢 那還有就是說 我有年輕人的想法 我相信說 可以表達我們南投縣 更一層不一樣的想法 年輕世代全新選擇 倘力做會 慶幸國會 敢喊立表示 希望在去年管長選舉 支持民進黨的14萬人 可以全支持他 讓年輕人來替南投出聲 我支持我們民進黨 這14萬的朋友 可以多一個更新的選擇之外 我希望說 讓這個年輕人的聲音 來到國會來發聲 雖然我的資源跟知名度 不比我們黨內的前輩 但是我相信 我會更加的努力 讓我們相信 有更多的一個新的選擇 在那裡 冠議員熱演選 也來到冠東部定期 他相信平他的經歷 一定可以拿民進黨 將這次拿下來 我在基層的走動不分藍綠 不分色彩 我連續兩屆的一個議員選舉 都是以第一選區最高票來獲選 顯然是獲到我們人民的一個肯定 羅安選也集出 國民黨已經成功要做出團選 民進黨也應該團結起來 推出最好的好選人 這樣才有辦法來打壓選選 國民黨一直在喊世代交替 也然國民黨已經完成世代交替 不管是吳敦義總統 李明珍縣長 許舒華立委 已經完成我們的中生代交替 我們看看民進黨到現在 還在喊口號 從2005年一直慘暴到現在 我覺得說只有團結的民進黨 透過良性的競爭 而不內鬥所產生的優質的人選 一定是符合人民的期待 這次民進黨的立委初選 第二選區 有現金立委副紅龍 官議員担喊立 跟官議員勞演選 三個人定期參加初選 可以說是相當的競爭 但是他們都表示 不管最後是誰出選 都會尊重當來的決定 既成五位賣 柴鳳報道